即使新闻综合报道,许多小孩累了,即使在吃饭时也会有突然间睡着的情形,近日于社群网站微博上疯传一段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新春晚会的影片,其中有名三岁女童因为实在太累了,竟然直接打睡表演舞台上,网友看到后议论纷纷,有人直呼哈哈,为什么我忍不住想笑。 综合媒体报道,上周六、六日下午进行的新春晚会录音,节目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上午排练,下午录制,他就是睡着了。 早上六点就起床了,他们是第一个开场的节目,灯光在对焦的时候,他趴在舞台上就睡着了,然后他的辅导老师妈妈就把他叫醒,醒来以后就重新录一遍。 微博上的网友看到影片后反应让极,纷纷回应,虽然很可爱,不过好心疼啊,宝宝心里苦,六点就起床抓三岁的孩子去表演,厉害了,有点心疼,但是却忍不住笑出来。 还有为网友批评一点也不萌,身体都出现需要休息的反应,竟还叫醒他继续录影,才三岁啊,充足的睡眠对幼儿很重要。